星期二晚上八點鐘 我等你 我等你 為了金馬獎 白玲特別從美國飛來台灣 總算結束隔離 白玲在椅子上又唱又扭 舉手投足之間散發著自由的味道 比起幾天前困在飯店時的鬱悶 總算是解脫啦 真的不騙 而她喜歡叫 我說你為什麼 她說我就愛你的叫 她說我能見你們 不管你在哪兒飛來 我就抱著你的腳 她是處男 她說我要再 再 完成我的處男 跟你一起 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孩 隔離受困房間裡 白玲想到了在美國遇到19歲金髮 帥哥小處男 對自己雙腿瘋狂的迷戀 第一次讓她體會到人生不一樣的高潮 她有點喜歡腳跟著自信感 她的舌頭 她的嘴唇 你腳不感覺什麼一樣的 金髮的很帥 怪了我都遇到那些很帥很高的 用Breadhead的那個男孩很帥的 不過隔著海洋 小帥哥終究圓水救不了浴火 比起空虛的身體 白玲有更急迫的煩惱 她身為這次頒獎嘉賓 當然也要走紅毯 上次的造型驚艷全場 這次更是讓她壓力散打 連續兩屆金髮獎 白玲上屆入圍這次頒獎 因為疫情一入境就必須隔離 兩次隔離總共28天 對於熱愛自由與人接觸的白玲來說 真是超痛苦 但也讓她有了滿滿的靈感跟故事 劇本故事已經有了 那演員又有誰呢 去年拿下金麻最佳男配角的納豆 成為了白玲的口袋名單 Oh my god 白玲先生 你好 我的電影找你 你要來演啊 很棒的角色 有啊 我只是都是Face準備好 哇 你的角色太可愛 你老是喜歡 放手機裡面找的一些漂亮的小妹妹 是不是你啊 聽到白玲邀約 螢幕納頭納豆一口答應 標示隨時準備好嘞 兩人透過金馬截下的緣分意外擦出新火花 這部關於隔離的新喜劇 看來是真的有可能出現在大家眼前